江大方,你太过分了 你竟然怀疑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家骨肉 小丽,你别生气啊 小丽,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你们怎么呼吸,总快吵起来了 你们家太过分了 竟然怀疑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胡子的 小丽,八方不可能发出这样的话 你可能听错了 哼,我听得清清楚楚 不信,你去问他 小丽,别闹了 这钱马上就到手了 江大方,我去不跟你结交了 我去问你,我和你弟子回还结不结了 大方 耶 你姐回屋拿钱去了 这二十万马上就到手了 你先在这等我一下,我去趟厕所 你又来干什么 是不是又躲在一旁头顶了 我,我没有 你好,我刚好路过这里 有事吗 没事赶紧给我拐 哎呀,虎子 你听我说 一看这小丽啊 就不是省了灯 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骗不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咱都是一家人 我可是为了你好 哟 他太阳打西败出来了吧 他为了我好 我看你巴不得让我打一辈子光棍吧 假装怀孕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这小丽就不是踏实过日子的人 哎呀,伙子 要我说 你还不如上新浴看看 上面微柔贤惠 勤快能干的好女孩多得很 资料照片真是靠谱 都是奔着结婚去的 聊天也很主动 推荐的都是咱这附近的 聊好了也方便见面 俗话说 取妻取嫌 你何必在小丽这个书上吊死呢 哎,这看得倒挺不错的啊 什么挺不错的 你没在看什么 哦,没谁嘛 伙子,没有什么事 我先走了啊 刚才你没在看什么 我看你嫂子的眼神怎么不对啊 哎,真没什么 赶紧回去吧 咱姐啊,在家里等着咱们 胡子,这卡里有二十万 够你付财的钱了 谢谢啊,家 你自己考虑清楚吧 小丽,咱们可以结婚了 太好吧,卡仙给我 大方,你先去做饭 我去村里买点土鸡蛋 哎,妈 你买土鸡蛋干嘛呀 我去买点鸡蛋 给小丽补补生了 妈,你买这么多鸡蛋啊 大方,小丽现在怀孕了 从现在开始 她得天天吃点土鸡蛋 爸省的不好,得我省个大胖群的 妈 瞧吧你高兴的 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早就想抱个群子了 好好好 小丽,来吃饭喽 哇,这么多菜啊 妈 怎么这么大一个头发 啊 小丽,不好意思 我年纪大了 喷掉头发 我再重新给你做一碗 算了,我不吃了 一点都不讲胃生 哎,小丽 你别生气啊,小丽 鸣鸣鸢鸡蛋 真的很好 谢谢你 鸣鸣鸢鸣鸣鸢鸣鸣鸣鸢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